我是老嗨逼 那这个月有什么鞋子 值得我们来投资 或者是买来自穿呢 那我们来review一下 这个月会出的重点鞋子 像很久以前跟大家提过 老嗨逼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全职工程师 还有整个家庭要照顾 所以 要买鞋的那些 专注的精神力也比较少 所以我都会专挑几样鞋 我觉得说自己商是最有 投资潜力的我才买 如果你不是买鞋来投资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影片 来视作为 最火红的鞋子 最发烧的鞋子 那专注哪几双呢?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 8月6号要出的 Jordan 1 Satin Snake 跟这双去年出的 Satin Jordan 1女鞋很像 只是它颜色是反过来的 它鞋头比较像芝加哥配色 可是那后面呢 它是用像黑色蛇皮的地方 那上面这边是用红色 Satin 所以这双鞋会试试女鞋 那记得哦 如果你是男生想买这双鞋的话 女鞋跟男鞋转换 就是女鞋剪掉1号半 就是变男鞋 所以老HIB本身穿男鞋9号 所以就买女鞋10号半 那这双鞋呢 在美金原价是170 老HIB预测出了当下之后的 再售价的resale 会大概280左右 那如果是要买来投资的话 我建议你买女生的尺寸 小于8号 或男生的大于10号 老HIB就会买10号半女鞋的 好 接下来要出的是 也是JORDAN ONE 是8月7号出的JORDAN ONE JAPAN 日本的限定版本 那这双鞋在2000年的时候 曾经出过是非常限量的一双鞋 那这双鞋上周末也有出过 只是是限定版的 它有附一个铁盒 铁的手提箱 那这个周末出的 8月7号出的会比较大众版本 是比较没那么限量的 8月7号出原价170 老HIB预测 再售价格是260 然后像一般的JORDAN ONE 男鞋一样 老HIB就建议买 比10号小的 9号要半以下 所以这些再售价格比较高 再来是8月12号 也要再出一双JORDAN ONE 这双呢跟之前 上个月出的SPACYP COLLECTION很像 是用外太空的概念来制造出来 就是原料很少 然后它要作用环保材质 用Nike工厂剩下的碎屑 重新而制成的鞋款 那这双JORDAN ONE SPACYP 因为配色并不是最经典的 红白黑 就是芝加哥公牛队的这些配色 所以老HIB预测呢 那预售价格应该是不会太高 可是看它的量多不多 那它原价是170 那这双的再售价格呢 可能会从250到300块左右 那同样是成人的话 我建议买小于10号的 所以9号半或以下的 再来8月14号 目前预计会出一双 是亚瑟士ASICS 但做Shawn Wotherspoon联名的一双 Amos的鞋子 Shawn Wotherspoon就是 几年前出了设计这款鞋的人 他很喜欢用这种 灯绒布做的材质 那他之前跟Nike分家以后 他现在跟亚瑟士ASICS合作 要出一双鞋也是用灯绒布的 然后它那个logo是可以替换的 那这个Shawn Wotherspoon本身是 那纽约啊LA啊 一个巢店的主理人的牌子 他设计的牌子 所以这双可以参考看看 他原价会是160 那老Hive 预测他的再售价格 会大概400块左右 基本上所有的尺寸都可以买 如果想要有兴趣的话 再来是8月22号 用到翠鱼酸Easy350了 这双叫做Israel Phil 他的名字都是很西伯来文的样子 所以老Hive也包括念的 对不对 那Israel Phil呢 那就是不像上个月出的这双Zion一样 他的配色又回归到像 之前出的清衣色 就是大地色的 土土的 红红灰灰的 那这双我预计 这双Israel Phil 应该不会像这双Zion这么受欢迎 那预售价格呢 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成人鞋是220块的原价 那再售价格 我大概想 大概出的当下 应该会是250-270之间 除非你是买小于8号的 愿意放长期 放超过6个月的话 才大概会赚头 要不然呢 如果是要自穿的话 当然没差 不过我想说 这双Israel Phil 应该不会像这双Zion 这么受欢迎 再来呢 8月29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鞋子 那我想第一双奖 又是另一双Easy 那这双是黑魂配色 不过8月29号出的 叫做Azareth Azareth的配色呢 跟这双非常天然地北 它是白色啊 蓝色啊 黑色的色系 很特别 那你们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有提过 Easy700里面 它的V3系列 因为它没有BOOSH 所以它原价只有200块 它没有BOOSH 那个中底科技 原价只有200 反而因为这样 它量不多 造型又前卫 又科技感 所以它的再售价格 都一直抬得很高 像这双黑魂版的 大概也在 9号也在430左右 那我预计 8月29号出的这双Azareth呢 它的再售价格 应该会维持在400块左右 所以这一天呢 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忙碌的一天 想买鞋的朋友们 注意这双鞋 Azareth呢 700的Azareth 可以买全部尺寸 应该都是 蛮有赚头的 再来呢 8月29号呢 要出了 两双Jordan 4 和一个巢店 Union鞋鞋铺 联名的 对 Union就是 两年前 跟Jordan 1 联名的那个 款式 上下好像 像拼装起来的 配色那个 那我们这次拿了 稍微比较 破红的一个款 是Jordan 4 那Jordan 4呢 他这双鞋 在网络上也是 很两极啊 有些人觉得 他鞋舌做得特别的短 不是很好看 把中筒的东西 反而变得更像低筒了 那有另外一派的人 觉得非常好看 那这双鞋呢 会出两个颜色 第一双是比较黑色的 叫NOR 那NOR 是比较大众的版本 原价250 那目前预测 在售价格 为400美金左右 那也是全部尺寸都适合买 那比较限量版呢 是Union自己鞋铺里面 才会铺的货 就是这双Ice版本的 比较淡色的 这双鞋 就比较限量一点啊 虽然黑色那双的比较耐穿 比较多人会买 可是因为Ice双是Union本身 自己的限量版本 所以老HIGHB 预计它的 在售价格会600美金左右 一样的 是全部尺寸可以考虑哦 还有一双是 目预计有可能 8月会吃 目前还是未吃的 就是又一双Off-White啦 对 我们上个月知道 大家最慌 就是那双Off-White 女鞋奶油色的 除了买不到 到下排队啊 老HIGHB也是 放了八、九台的 iPhone、iPad 也买不到 装了App 然后在网路上 事实上用网站抢也抢不到 那这双呢 是更为人能接受的 男生会更喜欢的 黑红配色 Bread 这双鞋呢 也是像 汽垫上面 小小鞋的 AIR Air的字样 从远方呢 看得很清楚 就是Off-White鞋子 老HIGHB 预计 这双鞋 也会造成一波的 抢鞋风波了 这几双鞋是 老HIGHB 这个月一定会花时间 用心去Cup 这些鞋子 那如果 喜欢这类影片的朋友 请给老HIGHB 点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点旁边小铃铛 接收通知哦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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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